郭總裁 您早 時間的關係我就直接切入正題 我們上一次第一次我在財委會請教彭總裁 有關於我們央行離間市會議 那個會議的過程跟會議紀錄的問題 我相信今週刊前一陣子的報導 總裁應該是有看到的 因為我事後央行發了三十幾頁的新聞稿 逐點反駁他們的內容 我也大概都敗讀了 但是我現在在請教總裁的是說 針對央行未來進一步的公開透明化 總裁跟其他離間市 大家的看法是 現在這樣的做法是已經剛剛好了 還有還是有進一步檢討開放的空間 當然中央陽要不斷的去檢討 有沒有改善的地方 不能夠致滿 但是跟委員報告呢 事實上我們的中央陽 比美國更早在理事會以後召開記者會 美國會的以前沒有召開記者會 我們比他早 我想您召開記者會跟發布新聞稿 大家都很肯定 現在還有其他的透明開放的問題 包括李堅士的會議紀錄 那包括了你們在開會的時候 大家發言的內容 然後針對不同的政策 真的特定的政策不同的看法 那這個部分央行有沒有打算要進一步開放 讓大家知道 我們來享受好不好 那總裁您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時間 因為我上一次跟您請教這個問題 好像是半年以前了 像委員報告 上一次委員秀的那個照片 事實上到FOMC他沒有公開的 那個我是在網路上看到的 不過沒有關係 那是一個另外的會議 不過沒有關係 那總裁您今天表示了嘛 說你們願意針對更透明開放這件事來檢討 那我現在只拜託總裁是不是說 什麼時候可以給大家一個 基本的回覆 我的問題很簡單 什麼時候可以給大家一個 可以不可以 援救完了之後 我來跟委員報告好不好 我現在沒辦法馬上討論 不是啦 您不用跟我 因為這個問題 我必須要跟個理事去討論好不好 沒有關係 沒有 總裁您這樣的態度 我也贊成 您先回去 跟所有的理堅 大家討論一下 那看最後你們整個檢討 的進度是什麼 是不是可以請總裁會後再告訴我 我來跟我的理事討論完了 我結構給委員報告 好 OK 好 每年喔 央行 都上繳國庫啊 大概1800億 的盈餘啊 在我們的稅錄當中啊 其實佔蠻重的比例啊 是 那當然 增加國家的財稅來源 我相信 對於政府在施政上面的需求 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每一件事情啊 我們都不能只看一面 可能要看反面 可能另外一面它的效應是什麼 那我現在比較具體的就是說 因為我大概查了我們的預算書跟決算書啊 就是 央行每年大概都固定可以繳1800億左右啊 這樣子的獲利能力 我自己是 很佩服啊 但是也很訝異啊 就是不會隨著其他因素的改變啊 每年1800億這樣下 最起碼過去這五年啊 長起來像這個樣子 那就這些央行的盈餘的內容 不曉得央行有沒有打算 要進一步公開 所取得盈餘的來源 喔 事實上我財務報表 都送給審計部主計次 大概委員大概懷疑說 為什麼都會1800億很接近啊 一個原因就是 中央行有一個衛生配盈餘在調整啊 假如多賺的話就放在衛生配盈餘 第二年賺不夠的話 衛生配盈餘就拿來補充 這是一個調整的項目 衛生配盈餘 那個沒有關係啊 但是我更好奇的 也更關心的是 每年那個盈餘啊 他細目的來源 您說您有給主計跟審計部嗎 那那些資料是不是也可以提供給我們 可以啊 可以吧齁 好好好 因為我上一次 我提供營收盈餘的計算方式給委員 好不好 沒有啊你那些盈餘從哪裡來的內容嘛 好 也請央行一併公布啊 是 我相信非常關心語情的彭總裁 這些內容啊 事實上都有看過 所謂看過啊 就包括了是說 央行長期的維持利率比較低 然後新台幣啊 不要讓他太巨幅的升值 大概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那我知道央行有央行的政策理由 跟政策的立場 但是我相信總裁應該也知道說 不管是在學術界 經濟學的老師 或者是說在輿論界 有一些關心貨幣政策的評論家 他們對於央行這樣子的貨幣政策 事實上是長期以來都有不一樣的看法 那這不一樣的看法 他點出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啊 那個關鍵的問題是說 央行在維持這兩個利率跟匯率政策的時候 他事實上如果要創造盈餘啊 反而會造成跟人民財富是不是會縮水啊 利害關係的衝突 現在我沒有意思喔 說完全採納那些批評的看法 說央行是從人民的身上去搶錢啊 我沒有說要完全支持那樣的看法 這是為什麼我一直跟彭總裁講說 央行的透明開放包括了那些隱喻啊的來源 你資料進一步開放的時候 更有助於所有關心貨幣政策的朋友 大家共同的來去檢討 共同的來去關注 我們這樣的貨幣政策 對於我們的出口 對於人民的財富 他所會造成的衝擊影響是什麼 總裁我這樣講應該算蠻公平的吧 可以嗎 因為這些東西絕對不是說 好像特定的週刊跟總裁有仇啊 每次做一大本 然後甚至批評您是獨裁者 因為有一些經濟學 因為有一些經濟學者 包括我在台大 蠻敬重的一些學者 針對貨幣政策都提出蠻理性的分析 那我希望這樣的討論跟這樣的分析 能夠繼續下去 因為貨幣政策雖然對一般的人民 感覺好像很遙遠 比較沒有改 但是對於整個國家的經濟 對於整個國家的財政 都會造成蠻深遠的影響 來 那個 我們現在寬鬆貨幣的政策 在您的報告當中 的確是有助於企業去籌資 但是我看了相關的數據以後 有一件事情我就一直不是很了解 就是台灣現在有缺資金嗎 總裁您認為台灣現在有缺資金嗎 我們的資金相當的充益 我們看實際的狀況 今年的超額儲蓄 又多了2.5兆 這個是2015年 那今年預估會有2.8兆元 所以超額儲蓄越來越多 那這個也是我們現在超額儲蓄率 總裁你看這條綠色的線 超額儲蓄率大概在過去 這七八年的時間當中 不斷的在攀升 那代表的是說 我們現在在市場上面的資金 非常的充沛 而市場上面的資金非常的充沛 除了個人以外 企業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排名前十的上市櫃公司 手上都是滿滿的現金 手上都是滿滿的現金 金融業也是一樣 2.52兆的超額儲蓄 銀行體系吸收了1兆 保險業吸收了1.5兆 關於保險業的問題 我可能下一次再請教總裁 那當然我也會問金管會 因為我們現在的保險業 他們在吸收了這麼多的資金以後 投資海外債的標的 我現在得到的消息 都是風險非常非常的高 埋了一個很大的地雷跟炸彈 什麼時候會炸 我不是很確定 那但是我們現在整體上面 看出來的情況是說 我們就沒有缺資金 反而是資金太多 所以現在台灣真的有缺外資嗎 真的有缺資金嗎 現在我們的問題到底是 沒有錢投資 還是找不到好的標的投資 我想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是一個不確定因素 不確定因素 它在延訪消費者的消費行為 也讓投資者沒辦法去做投資的計畫 這是不確定因素 像委員剛剛提過的 的確如此 我們企業這幾年的投資 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現在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 我們一天到晚在想說 吸引外資 那我們現在要問說 吸引外資來幹嘛 就是說如果吸引外資的問題 是要投資的話 顯然我們剛剛的數據 呈現出來的是說 我們現在缺的不是錢 是好的投資標的 這樣的問題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央行繼續的去維持 貨幣寬鬆的政策 那是要有助於企業去籌資 這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總裁可不可以再說明一下 是因為就是希望有好的FDI進到台灣來了 對啊 所以我的問題還是一樣 就是說剛剛我們已經建立了說 台灣的市場 事實上是不缺資金的啦 對 問題是資金要往哪邊去嗎 我們希望有好的FDI到台灣來 對 那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總裁您認為說 我們的金融市場 台灣的股市 需要進一步大幅的開放中置進來投資嗎 因為有很多人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說要救台灣的股市嘛 那救台灣的證券業 其中一個Solution 是進一步加大對於中資的開放 那對於這樣子的建議 總裁您從您的專業來講 認為說有必要嗎 還是有幫助嗎 我想大概主管機關是希望活絡我們的資本市場 這個我同意嘛 那活絡我們的資本市場要找到正確的解方嘛 才有辦法對症下藥嘛 但是我現在就一直在想說 這個解方是進一步的開放中資 我們的問題是缺資金嗎 如果說啦 今天的問題是在於沒有好的投資標的也好 剛剛總裁所講的不確定性高的因素也好 那你如果是從這個方向去著力的話 對於問題的解決會有幫助嗎 現在我是很誠懇的在請教總裁您的專業意見 因為這些事情我們在進行分析的時候 有沒有進行理性的分析 最後採取的政策會不會達到效果 這些事情都息息相關 我再重複一次 我想主管機關 我想那個幅度也不大 那個package我的了解 那個幅度也很小 總裁您這樣的答案其實已經告訴我很多事 那主席站起來了 我只拜託央行最後講 就講一件事情就好 就是說寬鬆貨幣政策跟提升投資 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那以及貨幣政策對於壽星階級的所得 還有實質購買力的衝擊影響 我希望未來總裁跟央行這邊 在進行央行很多專業人員進一步啊 針對這些事情分析報告的時候 能夠提供更詳細的內容給本院 還有社會大眾 那作為我們整個貨幣政策 匯利利率未來檢討的基礎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總裁 好 感謝 謝謝黃委員 總裁請回 接著請賴世保委員